因为二十很小 那你把中间点两下 中间点两下再往下 中间就整个放到最大 再往下就缩小 滚轮的地方 记得是滚轮 前面我们讲过 滚轮点两下 它就是放到最大 那再来的话 有的时候如果说 奇怪你怎么放大缩小 都没有效果的话 记得把它重生一下 或者全部重生一下 它就可以让你再放大缩小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说放的时候 记得这边有个叫 你就全部重生好了 它就可以重新再让你去运算 这个它的放大缩小的值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复制一个 甚至要过来五的话 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偏移的 一个是用复制的 比如说我今天用偏移 前面好像还没讲到偏移 所谓偏移就是说我今天 你把游标停在上面 它就跟你讲 所谓偏移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线段 我要移动 在它的左边 或在它的右边 产生一条一样的线段 有点像复制 就可以用所谓的偏移 偏移 它这边解释是 可以将物件偏移指定的距离 或经过一点 那偏移之后 可以使用像修剪延伸等等的 那实际上就是 复制一个 那这边按偏移 首先的话呢 先点一下偏移 偏移之后它问你说 要偏移的距离 那因为距离 刚刚是多少 下一个距离是五 所以说输入五Enter 五Enter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选举偏移的物件 你就照底下 其实底下都会有一些 问与答 反正你就是照它的意思 接下来的话 物件在哪里 物件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选这个物件之后 选它一下 它问你说 偏移到哪一侧 那因为我们是在右侧 所以在右侧的地方点一下 这样的话 就偏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总共呢 我们需要有 一二三四五 五条线嘛 所以你就可以再继续 它会要选取的物件 那就把它选起来 再往这边偏移 再选 再偏移 再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其他的这个线段 这个是用偏移的方式 索机偏移也很好用 好 那最后按一个空白键 就可以跳开 除了用偏移之外 当然除了偏移之外 我们选取按Delete 除了用偏移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复制的 那像复制的话 你可以也是一样 复制 那它会说 全选取物件 那你也可以先选取 它就不会问物件在哪里 选物件 选好之后的话 按一个空白键 接下来呢 它会问你说你的基准点 那我们基准点 原则上选下面这个点 移过来多少 也就是说我这边复制 要复制到哪里的意思 那当然我们特别注意 方向给它零度嘛 然后呢 复制的这个地方我输入五 五的话就是它距离五的位置 好 复五 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就复制一个五的一个线段出来了 那再来哈 我们再来是的 好